現在大家都在等待聯署局的議息結果 香港時間星期四凌晨9點就會公佈 昨天看到油價回落 都來好美景 另外就是昨晚公佈了那些PPI數據 就是美國的PPI數據 都符合預期的案件就是升百分之十 但是現在大家如果在那個通脹問題上 都會繼續關注著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局勢 還有那個內地疫情都有機會影響到全球供應鏈 以致都會通脹帶來壓力 好 你自己的判斷 覺得是不是這次都是加息0.25厘 還有你覺得什麼時候會開始進行這個數表呢 那這次我覺得看聯署局的那個議息 重點就不是看它是不是加息 應該你說加息方面 都是市場現在Price in 的一個預期 那即使你說真的加四分一厘 我覺得市場不會因為這樣有一個很大反應 那反而就要看著譬如它那個意識的聲明 或者巴威爾之後或者記者會那個發言 對於俄羅斯局勢的那個看法是怎樣呢 如果你說它那個講話上面都顯出是可能比較擔心局勢 會影響到未來那個經濟增長 或者就業市場方面的強勁復甦 未必說可以是進一步維持 甚至乎如果你說都擔心有一個所謂滯脹的情況出現 那這一方面我就相信聯署局那邊有機會會是放慢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說經過現在俄羅斯局勢的變化 那再加上現在很多的機構都是調低了美國今年GDP的增長預測呢 那有機會令到之前市場這個預期會有些落差 那當然因為現階段美國方面的通脹都還是高啦 還有剛剛你提到俄羅斯局勢呢 還有剛剛你提到俄羅斯局勢呢 那當然因為現在美國方面的通脹都還是高啦 也令到商品價格啊能源價格都還是在這幾個月是飆升了很多上來啦 那所以某程度上又可能限制了啊 聯署局是進一步要放水那個空格 那所以我相信今次你說過意識的會議上面呢 大家都很忘實啦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在那個口風上面會較之前那幾次呢 是來回比較是隔開一些或者溫和一些 那這方面我覺得對於現時都相對是偏埋悲觀的那個情緒上面 會有一點點一個舒緩的作用啦